這次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用手機付錢有多方便呢 自從去中國大陸體驗的微信支付 以及淘寶 而且呢 這是線下 什麼叫線下呢 就是我們去的夜市啊 或者去的那些商店啊 我只要打開我的手機 把我的微信支付呢 掃碼 打開給它掃一下 裡面有錢 或者呢 我有連結銀行帳戶 就可以直接扣款 優點是什麼呢 完全不用找零錢 光這一點 你就可以想像有多方便 而且呢 有多衛生 有些店家你可以 回想一下之前那個畫面有沒有 買東西的時候 拿同一隻手找錢 拿同一隻手做什麼 拿食物給你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這個衛生是不是 有問題 甚至呢 我們都會懷疑 那個鈔票上面到底有多少細菌 對不對 所以呢 在台灣呢 我也體驗了很多種的一個 手機付款的一個方式 包括呢 Apple Pay 去哪邊體驗呢 到處都有 為什麼說到處都有 賣當勞到處都有 所以呢 我就真實的去體驗了一下 真的非常方便 那再來呢 台灣的一些第三方支付啊 例如說接口 接口是我 最近體驗比較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付錢的方法 用手機付錢的方法 為什麼選擇用它呢 可能是 我在路上啊 或者去買東西的時候 看他都會貼一張 那個 接口的一個廣告單 上面就有一個QR Code 那實際上呢 到底長什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個人在使用上啊 覺得一個最大的特點是 其實在 那當我在使用這個 接口支付的時候啊 其實我發現一件事 它是很像 微信支付的一個 一個App 也就是它操作方式 非常人性化 那第一種方法 怎麼付錢呢 打開 接口 接著呢 按一下 出事付款碼 當然這個適用於什麼 例如說 像Coco Coco它本身有一個掃碼機嘛 掃條碼的 這時候你出事這個 付款的一個碼的時候呢 把這個碼給它的 掃條碼的機器掃一下 掃一下以後呢 金額它已經打好了 所以呢 你掃一下 透過你這個App 掃一下以後 就會 你只要有設定 例如說 像我都是設定要指紋辨識 才可以付錢嘛 所以呢 我指紋辨識在 按一下 大概兩三秒鐘 它就成功 然後付款就成功 整個教育就完成了 那當然啊 它也提供了一些優惠啊 像什麼 回饋金啊 等等的啊 它就會回饋成點數嘛 讓你可以直接消費 那第二種方法是什麼 你會看到店家 店家的那個攤位上面 放了一張牌子 那個牌子上面呢 有一個QR Code 那這個QR Code呢 你只要打開 接口的App 在這個接口的App裡面呢 使用掃碼 掃碼 調碼 這時候你去掃碼這個調碼 接著 你就自己輸入這個商品的金額 輸入完以後呢 你再指紋 好 付款 成功以後呢 它就會叮咚一聲碼 那當然 你就把這個畫面給對方看 就OK了 那你會說 這兩個有什麼差異 事實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在於呢 對方有沒有這個掃調碼的機器 如果他沒有的話呢 他想要用接口來收錢 很簡單 就是用掃碼 掃瞄調碼的方式 他就可以跟消費者收錢了 像我去買那個紅豆餅 連紅豆餅店都有在用這個 用那個接口支付方面 那當然非常方便 體驗看看吧 真的非常方便喔